好,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有關於考試會考的寫測量值的事情 基本上會有三種,第一種是最愛考的 叫做我告訴你最小單位,請你寫出正確的測量值給我 我們當然會用立體跟各位說說明 第二種是幾乎沒有考過的,叫做我告訴你測量值,請你告訴我它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第三個是以前省聯時代曾經考過幾次的,請你估計一下它應該寫成多少 第一個就是給最小單位請寫出正確的測量值,我們用立體幫各位解釋 用度做單位,那現在是25度,那你要怎麼寫 基本上,準確值要到最小單位,所以你要寫到最小單位 然後再加一位估計值,所以你就寫到度,25度 然後要加一個估計值,因為你認為是剛好,所以就是0 所以答案要寫25.0度,25.0度 用公里做最小單位,量認為正好15公分,請問你要怎麼寫 跟剛才一樣,你必須要寫到最小單位,要寫到公里 15公分是150公里,你要寫到公里,它要再多一位估計值 所以要再多一個0,再多一個0,所以就會變成15.00公分 所以你要寫15.00,15.00,我的最小單位是公克,我要量1公斤 1公斤就是1000公克,1000公克,我必須要寫到公克,我必須要寫到1000公克 然後再多一個0,估計值,所以我要寫1000.0公克 這是所謂的,給最小單位,你要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然後記得,必須要加一位估計值,要準確要到最小單位,然後再多一位估計值 下一個是幾乎沒有考過的,讓你們練習的 我告訴你,我的正確的測量值,請你告訴我,它用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第一個,我量出來,我告訴你,這是376.8公里 那請問你,停車站借問,它用的最小單位是啥 它用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No.21,沒有人 Number 26 26 3XX.X 376.5,376.X公里 最小單位是什麼 最小單位是公尺喔 最小單位是公尺喔 很好,請坐 我當然知道你是亂講 最右邊那一位叫做估計值 Burr叫做估計值 前面那個六叫做最小單位,落在公里上 所以最小單位是公里 油輪排水量15.4萬公噸 15.4萬公噸 那它的最小單位是啥 它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它的最小單位是什麼東西 Number 3 Number 3號 蛤 萬公噸,請坐 它答案叫做 OK 最後一個 重量是1.34毫克 1.34毫克 請問你 它用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它用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這個看不出來 這個看不出來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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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起立 請坐 你前面的同學救了你 最右邊的四次估計值 前面的三次最小單位 三落在0.1毫克的地方 所以它最小單位是0.1毫克 這種題目要知道 不過基本上大考試沒有考過 大考試沒有考過 那下一個就是 當年省聯曾經考過幾次的估計 這我們曾經寫過 一個骨頭 一支原支筆 這樣子擺著 比例尺 拍一拍 請問你 猜一下那個骨頭 大概多長 大概 那個骨頭大概 大概有多少 最好是 現在要找的是帥哥男吧 25 多少 B 請坐 你的答案選的是 B 一支原支筆大概15公分 他大概有兩支到三支的附近左右 所以大概說是約略50公分 就是 這就是比例尺的狀況 就是我們基本上 考試會考到極醒 OK嗎 OK 很好 好 好